以西节书第十二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是住在叛逆的民族之中 他们有眼睛可以看 却看不见 他们有耳朵可以听 却听不见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因此 人子啊 你要为自己预备被掳时所需的东西 在日间当着他们眼前离去 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居别处 他们虽然是叛逆的民族 或者他们可以看得明白 你要在日间当着他们眼前 把你的东西 好像被掳时所需的物件搬出来 到了晚上 你要当着他们眼前出去 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 你要当着他们眼前把墙挖穿 把你的东西从那里带出去 到了天黑 你要当着他们眼前 把这些东西扛在尖头上带出去 你要蒙住你的脸 使你看不见这地 因为我已经立你做以色列家的一个兆头 于是我照着所吩咐地去行 在日间 我把我的东西 好像被掳时所需的物件搬出来 到了晚上 我用手把墙挖穿 天黑的时候 我就当着他们眼前 把这些东西扛在尖头上带出去 到了早晨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就是叛逆的民族 不是问你 你在做什么呢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末世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 和以色列全家 你要说 我做你们的一个兆头 我怎样行 他们的遭遇也必怎样 他们必被掳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 必在天黑的时候 把东西扛在尖头上 从他们挖穿的墙带出去 他必蒙住自己的脸 不能看见这地 我要把我的网 撒在他身上 他必被我的网罗网住 我要把他带到巴比伦 就是迦勒底人之地 他不会看见那地 却要死在那里 我要把他周围所有的人 就是所有帮助他的 和他所有的军队 分散到四方去 也要拔出刀来追赶他们 我使他们四散到列邦中 分散在各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然而 我却要留下 他们少数的人 免受刀剑 饥荒和瘟疫之害 好使他们在所到的列国中 述说他们一切可憎恶的事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战战兢兢地吃你的饭 满心忧虑地喝你的水 你要对这地的人民说 论到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以色列地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要满心忧虑地吃他们的饭 十分惊慌地喝他们的水 因为所有居民的强暴 这地必全然荒凉 有人居住的城市 必成为荒场 这地必然荒凉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们在以色列地 怎么有这一句俗语说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所有异象都落空了呢 因此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使这一句俗语不再流行 在以色列中 人必不再引用这句俗语 你却要对他们说 日子临近了 所有异象都必应验 从此 在以色列家中 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 和奉承的占卜 我耶和华所说的 是我要说的话 我所说的必定成就 不再担言 叛逆的民族啊 我所说的话 必在你们还活着的日子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说 这人所见的异象 是关乎许多年日以后的事 他所说的预言 是指着遥远的将来 因此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所有的话 并没有一句再担言 我所说的都必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是主耶和华的宣告